哈囉大家好我是小帕 今天呢我們要來做一個很久沒有做的事情 就是把我的頭髮重新染色啦 那上一次呢我記得是去年的大概三月之前 就是去日本之前有染過最後一次 然後當時我就想說 因為最近我的頭髮就是他都留不長 我不知道到底是因為染太多所以會斷掉 還有什麼其他的原因 所以我想說就稍微停個半年一年左右不染髮 看可不可以讓他留長一點 結果現在呢好像也是沒長多長啦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我的頭髮長到一定程度 他就會自己就脫落了 應該不是斷掉 如果他是斷掉的話那他的髮量應該會變多嘛 可是依照髮量也變多嘛 所以表示他其實長到一定長多就整根掉了 那今天呢我要染頭髮呢算是比較好 應該比較特別一點顏色吧 因為最近這一年來被他染很多更動漫風 之前已經染過很多那種很鮮艷很彩的顏色了 不過他最近嘗試很多動漫角色風格的髮色 那今天呢我要染的 各位你們現在可以猜出來我要染什麼顏色嗎 或許你們可以從標題跟封面就已經猜出來了 不過如果你們沒有看就直接點進來影片的話 大家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猜猜看喔 好啦那我一樣把這個攝影機都架在後面 然後我們就快速的帶過中間的過程就好了 唉今天又帶這個來講 嗯 那當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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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不一樣啦 不過就是整體而言是粉紅色 然後髮尾 然後他就髮尾呢 就是一個綠色的 那一開始染的時候呢 因為染完我做了一個最高級的護髮嘛 他那個洗完之後呢 就掉的差不多了 所以又補了一下 現在反而我覺得有點太飽和 其實洗掉一點點可能會好一點點啦 不過沒關係 反正這個東西大概就是 撐個兩個禮拜左右就會變淡 嗯 我覺得變淡應該會比較好一點 這是一個以前沒有染過的髮色 也是一個以前沒染過的那種搭配 雖然鬼魅之論 不知道在看可是沒有很常推 因為就還好 我比較喜歡的是人色而不是其他的部分 那煉珠的話 之前很多人一直就希望可以看我出嘛 那最近COSE的影片比較少 所以我想說就用一個這個方式 來讓大家算是解解殘吧 之後應該就是看情況啦 如果真的有比較多時間跟精力的話呢 也可以考慮出一下的啦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那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按讚訂閱小鈴鐺通通給大家打開起來 以後應該就是有帶一個 新的比較特別的髮色 那還會再拍新的影片的 每週五晚上 切勵四十五日上來新的影片 我們下期再見喔 掰掰